中政大学同学中心在这日前 基本到高林社会人材音色会 与創业育成业实习业室 跟白天内 关心高林和音色发展以来的 各界专家、学者都固执作为 将同来建设中政大学 在高林社会当中 占对人材音色发展 与創业育成业育成业 所建立的心理庭会 中政大学考证蔡少镇的基础 中政大学当中心是看预立 wanderer 成业学政大学 本下将的合适性格 很影响地社会及三学习专 三合选客提供政府 制定进持的参考 另外社会人材 拥肖保育 还有創业欲生三世 以成人教育为合成 订定三个资料 退休任励拥肖发展 社区行社会企业 以及监团的拥肖发展 我们东正大学 这个高龄社会 人才永续创新培育计划 这个实验室呢 基本上来讲 就是我们通事教育中心 在李主任的这个领导之下 跟我们云林县政府 嘉义县政府 还有我们在地的农地学坊的协会 这个陈理事长 大家一起来帮助我们这个 在地的这个住民呢 能够在这个他们闲暇 或者是他们退休之后 发展出来这个各式各样 对于地球永续发展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 在地企业创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那这个实验室呢 它基本上来讲 它就是聚焦在这个高龄社会的一个教育 那另外呢 也希望说透过这个在地的推广 能够有更多的这一些小农可以创生 那当然最重要一个 它就是有一个地球永续的一个概念 所以包括它所研发的这一些新的产品 或者是一些不是很甜 针对银法族所研发出来的 不是很甜的这个水果 甚至呢 从这个碳泉方面 怎么样来做一个减碳 然后永续经营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成果 把这样的一个成果能够展现出来 我想这对于我们这个大学的社会责任 这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实践 同学教育中心竹林李亚会也表示 过去几年交参业专家 农地学风发展 协会理事长张佑哉的合作 还有实践经验的基础 已经辅得出很多成功的案例 首先非常谢谢中正大学的支持 让我在这个我们可以在通事教育中心 可以成立这个高龄社会人才永续 即创业培育的实验室 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点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透过 以成人教育为核心 我们不管在社区 或者就是在产业 我们都做了许多的一个应用 比如说在社区我们知道说 云林跟嘉义是高龄人口非常多的地方 那因此我们就是透过一些的培训 帮他在退休前做准备 还有退休后来做一个发展 让他们可以学到一些职业的技能 让他可以继续的工作 然后在社区的方面 我们也帮助一些失智的长辈 比如说在失智据点 失智的长辈可以做什么呢 他其实还是有一些能力的 所以我们就帮他找出了他所熟悉的 比如说在新港 他的比较熟悉是种芥菜 腌制芥菜 那用这个方式来帮他继续有产能 继续发展他人生的价值 那因此就是在这个地方从失智据点 我们慢慢把它转型成为一个 高龄农村的一个创生的发展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最近就是永续的议题是蛮重要的 尤其2025年要出口到欧洲的所有的产品 都要有碳权 那部分怎么做呢 我们也辅导厂商 透过成人教育的方式 帮他做一个所谓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知识的拆解 让他可以透过就是很简单的转换包装 就是可以拿到有一个碳权 因为他的包装是可以分解的 所以他就可以容易的被环境所分解 那因此他可以拿到碳权 他其实不只拿到碳权 他在出口的时候他就被认可了 所以从碳权到创这个碳价 就是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于厂商的这样子的 成人教育的应用对他们的帮助 通识中心就表示 是严实的设立 是柯林社会中保护人材永续发展的起点 未来中建核全校输生的研究 还有社会的食权力量 还有提供由一家的教权品 以来获惠大学社会这人的共用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彩虹不得 努力以坚持 每一步都是向前的突破 每一个人都在为嘉义县 创造无限的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破茧的曙光已出现 嘉义的希望也正在实现 再创嘉义的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